看好了,马上就到大名山时了 你认为今年的春晚会变得好看吗?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春晚变得没那么好看,但又很好看 不好看的是因为那些过时无趣的段子 以及总想用合家欢形式来进行说教脚评内容 甚至最近几年呢,预判春晚会出现哪些内容已经成为了流行趋势 不知道导演组看到这些预判内容会不会汗流浃背呢? 而春晚好看的部分,有一些则是那些出圈的明星同款 每年春晚上明星的穿衣风格也或多或少反映了一些当下的流行趋势 而明星同款在卖断货的现象,这几年已经成了一种稀松平常的新闻 比如二三年春晚,养子上身的Masmara同色大衣 二二年春晚张小斐身着Levin宝蓝色风衣 以及二一年Nini穿的Cucci白色大衣等等 都是春晚当天晚上收手率和下单率最高的热门单品 但我们今天想聊的不是近几年来的出圈单品 而是想带大家回到那个没有大牌代言 没有品牌赞助的年代 看看当年的大家都在穿些什么,又引领了哪些流行趋势呢 大家一般默认1983年由黄一鹤总导演指导的春晚 是第一届的春晚 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1956年中央新闻电影制品厂出品的纪录片 《春节大灵欢》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届春晚 这期间还有北京电视台在1960年举办的第一届春节灵欢晚会 1961年到1962年北京电视台举办过的三次校的晚会 1979年以录影形式播出的延兴春文艺晚会 这都是具有春晚性质的晚会 但这都不是我们今天研究的对象 我们主要来看1983年之后的故事 1983年在黄一鹤导演的领导下第一届直播形式的春晚正式亮相 因此黄一鹤导演也被后人称为春晚之父 当时因出演电影《小花》而成名的刘晓倩 成为了春晚的第一届主持人 他身上那件从香港露宾购买的红色衬衫 从此并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 小庆三 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984年的第二届春晚 张明明以一首《我的中国心》鸿遍全国 他那金丝眼镜搭配灰色围巾和西装的格雷系穿搭 成为了那年的热门穿搭模板 也就是这一年开始李谷一老师的《南望经销》走自在春晚亮相 而到第三年也就是1985年光明群的一首家乡 唱进了人们心坎的同时 也把具有港式风味的亮片群以及大波浪造型唱进了人们心中 时间来到1987年被强的冬天里的一把火 不仅火并大街小巷 同时也点燃了大家对红色定金西服和黑色逍遥裤的热情 四年也就是1988年马尔敏的思念 让他的大姐大形象在大众间流传开来 而他身上的大殿间开山也成了大家争相模仿的对象 时间来到了90年代 随着各种流行文化和时尚杂志涌入国内 春晚的服装也逐渐向世界流行趋势看齐 在90年代初期 大殿金西服成为了女训服装的标配 而到1994年以霓萍为代表的红色浮袖旗袍 标志着春晚节目组对中式服装的一次大胆尝试 往后的春晚就有了更多中西合璧的中式礼服 而来到1996年谢小冬的火火的北京 让亮片西服在那一年成为了一种新的潮流 两年后的1998年 素有静美皇后之称的马华 在春晚上静美操表演 让更多人看到了瑜伽服的魅力 时间来到了21世纪 高定理服成为了大家选择的主流 时间又来到了2010年左右 互联网购物的兴起 让明星同款成为了一种新的流行趋势 而春晚也就成为了每年大家选购衣服的最佳展示舞台 特别是近几年当春晚逐渐变得无趣 死板时明星穿的衣服就成了大众关注的焦点 大家觉得今年24年春晚会有哪些出圈的穿搭呢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内容 我是Fashion Baker 我们下期再见